南華對魚丸的賽事安排了大球場上演 南華只要擊敗魚丸就可以衛免成功 至於魚丸方面 一馬田因為拉傷大腿的緣故 這場賽事就沒得踢了 而南華的後防也沒有了休健威 換上這位是31號的蝦成志 這位球員是南華青年軍出身 一直在南華成長 賽事展開了 其實這場賽事很重要 他們如果保住聯賽增標的機會 這場球就不容有失 但是沒有了一馬田 對他們前鋒攻擊力的確有一點影響 好 看看這個球 放一放一放 李振業能落底 傳出來中間 很漂亮 這個球是射到 羅渣第一腳射 第二腳再按 看看射不射到 始終沒用了 守門完 鍾浩然這個球 其實都是荒煌當中應付的 但是羅渣兩射都不行 看慢劇 李振業放下去的時候 被他這樣通關 再傳出來 羅渣剛剛用掃把球拖過去 你看看中學員打橫一躺 這個球危險 卓卓再射都不入 輪園錯過一次的機會 其實最可惜 就是卓卓這個是第二下的保射 不能入球 中柱打出來 卓卓這場球 推了一身前面 球隊又輸了一馬一田 因為近期這位球員 狀態非常之好 沈國強這個 設入中路 再向南華的大門 進行第三次施射 亦都是不入的 沈國強近期的腳鋒很順的 亦都增強了這位年輕球員 去到射程範圍之內的射門的信心 今次的射門就一般的 鍾浩賢已經兩番救出 輪園球員的施射 球開出又如何 一頂頂頂出來 禁區頂落 李鎮議的頂橫 又是沈國強 這次這個球當然更加武力了 更加容易被鍾浩賢救出 這邊是輪園的功臣和教練 輪園的功臣很多個 但始終沒辦法入球 由你了,羅澤 總是這邊 一出門前一頂 哎呀,這個球剛剛是網頂了 又一個是入球的機會是租撻了 剛剛頂到網頂了 這個球 看看羅澤 一分分過來右手邊 沈國強一副,副過來中間 賴啟卓的頭髮一削 就削了,是網頂了 三番四次攻門不是中處,是網頂 遠都算不夠運 但現在為止還未能夠打開紀錄 南華處於劣勢 看這次的反撥又如何 在左邊一次攻勢 對向來中間 好,落定右腳一抽 對,第二球是入網 攻勢不多 反而是蘇耀文 首先是南華打開紀錄 是1比0 所以從這個時段 蘇耀文射這個球 其實較早之前 全部都是軟的攻勢 就是一次的突擊 在左邊出球 落到這邊 蘇耀文落下一個球 然後右腳一射柱邊 就是入網的1比0 南華首先打開紀錄 這個球對南華來說相當重要 劣勢之下領先1比0 但是魚丸當然不會輕易錯過 立即強攻 沈國強這個球迫到角球 掌石頭去開 前面是… 這個球很高 這個球開得出來 雖然也撐得進去 看看這個球 史黎夫再扶過來 又被鍾浩然單手托走 混亂當中 這個球一定是一個 撐洪洲的線後 鍾浩然是救到的 這個球來留意 史黎夫掛後 這個球原來是李偉文 揮到這個球過去 其實跟他出了一撞 王毅失速平衡之下 把球滑過去 但是鍾浩然也快手把球救到 上半場是南華劣勢的情況下 領先1比0 賽者進入下半場 好,南華的進攻 楊正光向著右路推 蘇耀文這個建功的功臣 就拿著球對著遠球圓 然後就回到中間 給司徒文進 司徒文進 司徒文進離遠都來過 接著這個球有危險 球狀極可能會破壞 不是因為范俊業衝出來 亦都將這個 是中門的南華球員 攔腰整個炒起 蘇耀文 這個球是很明顯的 一個很嚴重的犯規動作 司徒文進的遠射都幾厲害 范俊業一擋之下 捉不住 彈出來 這個球是 其實球證都看得很清楚 執法球證就是吳超國 這個是十二碼 將會由楊正光去主席 入的話就是2比0 沒錯 在地球死角的直入網窩 南華 其實這場比賽 他們上半場不輸真是夠運 蘇耀文打開紀錄才有下半場 也有這次的十二碼 令他們可以逐漸將紀錄擴大 2比0 南華兩球球贏著魚丸 接著南華有攻勢 這個球是橫傳過來的 一浪很差勁的 陳志康 努力之下追回頭 但他讓給隊友射 這個球拉得很漂亮 剛剛是 主邊出界的射球是司徒文進 第一時間拉地球過去 南華這邊相當高興 兩球球拿著手下 接著也是南華的攻勢 給陳志康 江仔, 南華中間的外輪 第一時間折分 後面很漂亮 這幾下短傳 好, 去到右邊, 出 蘇耀地球 有人過來射就搞定了 沒錯 果然有人過來射 又是楊正光 剛才十二碼射射 這次再見多一攻 南華贏到3比0 這場球很穩陣 再一次 蘇耀文右路出球 楊正光標前 左腳拉地球過去 沒得救了, 門門視線都被阻了 3比0, 南華三球球去領先 三球在手的南華 看來呼吸應該沒問題了 相反, 到漁園斃毀了 因為輸了這場球 應該最大的利益者是神希的 滑味完, 陳志康四合四比0 漁園下半場真的散了 去到七十六分鐘 這個南華已經進了四顆 下半場的漁園沒有銳氣 被這個南華壓著來打 范正業今天都沒有了 上半場的上半段很輕鬆 軟 但是下半場輸一球之後 下半場竟然半藥兩隊 蘇耀文很活躍 又是他在右邊拖個球出來 陳志康一攝前 把球用掃把球一彈 就彈上網角了 4比0 南華應該是今屆最大的勝仗 因為今年南華全華班上陣 季初的表演令球有一點失望 季中還沒見好轉 季尾打這場球可以說是一洗脫泰 這球怎麼樣? 陸冠光 這個球員在保時階段多入一顆 抽球5比0 也是漁園今屆的最大敗仗 反正平底的靈一下靈一下靈一下 當時漁園的球員有部份好像放棄一樣 看這球球一趟過來 陸冠光 零零射射他標前飛身插水一頂入網 5比0的南華 贏得相當漂亮 最後我們訪問過南華的領導李潤華 我覺得很意外 關鍵是漁園比賽太密 還有他有幾個停賽 這個是我們有一點優勢 不止這麼大表 起碼打回保持南華精神 因為全球精神我今年沒見過 所以今天我覺得很開心 也很意外 可能是天理幫助了 我們和球員有一個警覺性 如果這場再輸 所以我們真的會 Ice 降班 危險性很大 漁園以0比5 輸了給南華 這個賽果實在令人意外 而因而漁園是喪失了增標的機會 其實漁園輸給南華 也屬於少意外 但輸到5比0 的確是一個大的意外 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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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以